1月24日消息 A股创新药龙头恒锐医药延续跌势 盘中跌于3%报43.46元 美股创近下自2019年6月以来新低 总市值跌破2800亿元关口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 若以52周最高94.46元计算 恒锐医药52周股价跌近六成 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元 如此跌幅 恒锐医药孙飘洋家族仍以1462亿元的财富 在2021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单中排名16位 并以100多亿的差距领先恒利集团范红卫家族 成为江苏首富 2021年 恒锐医药股价从最高97.16元 每股跌至44.33元每股 孙飘洋妻子终会捐实控的汉森制药 股价从新高的46.59港元 每股一路跌至年底的15.56港元每股 二人堪称2021年民企最惨夫妻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